松山高中篮球队赛前获班上线冠军界 记者曾思如摄影 分享106学年度高中篮球联赛 男子组位缅军绿色神盾松山高中队 虽因赛前冠军界颁奖一事 难免影响到球员身体的热度与专注力 导致首节陷入12分落后困境 但第二节赶紧回神 做好防守 篮板和耐心 最终以111比73击败伊兰高中队 拿下预赛首胜 赛后松山教练黄万龙表示 赛前颁奖典礼请学长回来 是很好的想法 可以传承精神与态度 但可能高中生容易受颁奖典礼的影响 导致身体冷掉 加上伊兰高中是支很有韧性的队伍 手节打得不错 松山手节打完碎落后12分 但第二节有效调整 打出一波22比4的攻势 半场以51比43超前 黄万龙表示 第二节他要球员把一对一防守做好 并巩固篮板 要更有耐心的处理球 在落后时黄万龙也不断用喊声鼓励球员 你可以的 放心 最终收到成效 他表示高中生跟成人不一样 要事实的去提醒 所以会看到他一直在喊声 前三届拿下二座冠军的松山 上届在主将高国豪的率领下拿下队是第五官 但今年自从高国豪毕业后 球队必须适应没有高国豪的日子 就此进入后高国豪时期 今年松山镇中有五位上届的冠军班底 剩下的七人中有三位是高一球员 黄万龙表示 这是预赛的第一场比赛 加上有些球员是第一次打 因此要回归基本面 从防守做起 打出节奏与投篮的手感 感谢观看